中美双方 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 最近有这样一个观点 说美国在同中国合作当中吃了大亏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去40年 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2倍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 2009年到2018年 这10年之间 仅美国对华的出口 就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的就业岗位 97%的受访美国企业都表示 同中国做生意还是盈利的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 为每一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的成本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一个测算 2018年 美国对华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 使美国消费者每一年多支付了528亿美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